再来看到一文的部分 纸风车剧团跟物流业者合作 打造出这个艺术卡车深入村落表演 六吨半的舞台车 电源一开 瞬间化身变形金刚 展开之后一个宽九公尺 神六公尺的剧场舞台 马上出现在眼前 纸风车剧团为了让舞台能够更激动 更有效率 与物流业者和文化部合作 打造了这部纸风车台湾卡车 可是这样的一个车子 你可以看得到 一个中型卡车 它就可以开到一个村落 然后展开来表演 那这样就更方便 而且更多的艺术团体可以参加 边乡小孩没有机会大型活动 艺术活动 所以这个会带给他们 一个很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这部舞台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才改造完成 未来剧团演出 不用再大费周章找场地 搭配上艺术家杨岸 所设计的3D炫目舞台效果 不输一般剧场 未来这辆卡车将深入全台湾 七千多个村落 让更多偏乡的孩子 可以更轻易地亲近艺术文化 三菱希望李锐晨 台北报道